时宜要来大理的朋友 来看看本地人都吃什么 人均十几块就能吃到饱 太爱鸡丝两米线了 这家店我每次来大理都会去吃 上面这一层是厚厚的花生酱 除了料给的很足以外 鸡丝给的也很多 所有的小料放完最后加卤汁 这个是卤尔斯 上面盖了一层肉帽 口感是黏乎乎的 我更推荐鸡丝两米线 卤汁是酸甜的 加上厚厚的花生酱 又香又爽口 有条件的在买块烤肉 跟叉烧很像 也是微甜的 下一站来正阳时代广场了 这家店的洋芋 凉面 凉粉都好吃 我买的是炸的整个的洋芋 到酱汁里滚一圈 酱是香香辣辣的 洋芋整个吃也太过瘾了 这个小白凉粉五块钱一份 是一层小凉粉 一层花生酱 一层辣酱 叠加起来的 香香辣辣 还能吃到花生碎的香 口味特别丰富 对面就是很多下官人 都吃过的烧烤了 他家是先油炸再炭烤 有很独特的炭烤箱 上面这一排腌过的碧盐点 麻辣又入味 看着红通通的 实际没有那么辣 我点的这一把 每串都好吃 年糕还能拉丝 这个筋 基本每个人都会点 应该没人不知道 大理诺基基 有红豆绿豆和紫酥三个口味 老板很良心 称完仲才撒豆面 千万不要买多 当天不吃完就坏了 我玩豆面的诺基基 有很浓的豆香 又买了几块没豆面的也好吃 假鸡肉 也是大理人 从小吃到大的美食 鸡肉是面炸得很酥脆 还刷了甜辣酱和花生酱 我又加了一串小甜肠 给隔壁小孩都馋酷了 最后大理本地人 看我到底吃的正宗不